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介凡 今天第一次在 评观点跟大家见面 而我今天要访问到 这个重要关键的人物 很给面子 第一次就让我非常荣幸 这是台北医学大学的特聘教授 邱宏毅邱教授 为什么要请教授 因为教授是传染病的超级权威 教授好 好 介凡好 这所以请到教授 当然是最近 这个所谓新冠肺炎 让大家都很害怕 尤其是我又是妈妈 有家里有小学生 就觉得好像总是心惶惶 但不得不说教授 你觉得台湾这次的防疫 其实做的真的很不错 对不对 对 以我的观点 我认为台湾很不错 我们一定要给我们的证换 我想严格来讲 这一次这个事件确实是 我们不能否认 它是有一点点院内感染 但是也还好就是 刚开始也没有一下子很大规模 所以也让了台湾所有的医院 现在大家都绷紧神经 那刚刚介凡讲 那一个看护 基本上它是非法的看护 很多时候大概都是病人自己带进去的 那但是这段时间里面 第一个就是 大家如果真的 医院也没有强制说 不能用非法看护 那你一定要跟医院报备 然后医院对于这些 进来就像他 现在有限制一些陪病的人一样 假如要照顾这些人 不论是看护或者是自己的家人 医院都要给他一点的这个 法律的卫教 那当然陪病的人数越来越少越好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您刚刚谈到那个 所谓的医院的 除了医护以外的其他的工作人员 那其实从SARS之后 医院的感控确实是有严谨很多 不过这些人员大概都是一般人 不是真正有医疗的辈子的人 所以我会呼吁各医院 在这段时间里面 就要加强对这些人的一些教育 还有他的这个感控科 就要对他们做一些 所谓的这些的指导 那还有每一个人的工作的动线 需要非常掌握清楚 就万一真的不幸又有这样子 他就做追踪疫情就比较有机会 所以这件事情 医院当然我想 我自己在北医 我们也在开我们自己的医院 这些人的分流大家都很严谨很注意 所以我在那边也要呼吁说 我们全国的民众 在这段期间里面 如果是一个非必要的医疗 因为我们健保确实可净性很高 又成本很低 所以大家平常看医生就很 就习惯去了 不舒服要去医院 那这段时间如果还好 不是太严重 你就近在家里小诊所看就好 那尽量不要往大医院去 那今天早上教授 刚好也参加了一个科技部的会议 是不是对于未来 就是医院的探病等等 已经有一些 比较具体的规范出来 是 今天像今天就 南部的陈达 他们就秀一个他们所谓的病人 特别是这些可能有 疑似症状的病人 那怎么样 要进医院之前 他就有一个分流的机制 那用了很多高科技 比如说他就有 也不要写纸本病例 避免这个纸笔传染 纸笔都传染 对他现在就是用这个 所谓的电子的病例 然后他现在甚至于这个照X光片 他也用AI辅助 其实台湾这几年 一直在努力 AI在医疗里面 现在进展的最快 就是用AI来判读 我们的医学影像的那个片子 是 那这项技术 科技部其实过去几年 已经有一直 一直有这样的情况 已经有自己的情况 所以有些团队有这个技术 那我今天早上的会议里面 我就有看到就是 我们的国防中心呢 已经上网到全世界去抓 这种肺炎的X光片 有几千片 然后他用AI去让他训练 训练之后呢 大概基本上大概有 大概八成八的正确性 所谓正确性是说 有肺炎 有肺炎 没有肺炎 这样子 当然还不能去鉴别 诊斗是什么种肺炎 但是这样的话 就可以帮忙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到进集成的时候 如果病人他有一些肺炎征兆 征兆的时候 咳嗽发烧等等 那造成有肺炎 一般有咳嗽发烧 不见得有肺炎 但是有肺炎是 新冠肺炎的一个 很重要的征兆 那他这个时候就是 他只要造完这个东西 马上送到这个 判读系统里面 他大概就可以判读 哦这个有肺炎 那就走另外一边 先送一边 避免院内感染 然后再进一步的抽血 对 那接着进一步抽血 再去验验看是什么 是流感快栽呢 还是一些 其他的病毒肺炎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 避免院内感染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减少更多的接触 然后也减少时间 让他停留在那里的时间 不会那么长 那还有就是所谓 你去探病 因为之前也有 那种什么小孙子去探病 但是那时候可能 他的阿公也还没有确诊 对不对 是不是他探病的部分 也要提醒大家 不要去就不要去 对我暂停介绍 这段时间我想 病人 是一定 每个病人最爱自己的家人 所以家人这个段时间 不去探病 其实他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尽可能少一点去陪病 那目前看起来 我们的个案数 当然都压得很低 不过因为4月 接下来可能会有 就是所谓清明节 我们传统上 台湾人就一定要扫墓 这个是这个技术 对我确实是有点担心 因为新冠病毒跟SARS不太一样 SARS是到发烧38度之后 它才有传染力 新冠病毒从国际的资料看起来 它在有些没有症状或微烧 它就有了 所以这段时间 南来北往会增加这个风险 所以我在那边的呼吁就是说 大家就把他想 我们的祖先一定都很疼爱我们 所以这段时间有这个问题 尽量 我上次有一个呼吁 星辰哲林 星辰哲林 不然如果真的需要去 就派一个代表就好了 以前是全家族都去 就派一个代表 那如果需要就是 轻壮人士去就好了 你看到大部分的重症的都是 属于50岁大以上的 那有一些慢性病的 那如果家里有这个长辈 他再去拜他更大的长辈 就叫他这个时候不要去 再问教授一个小小问题 昨天好像很聪动说 哇 联合医院的医护 好害怕哦 集体请职 但是副市长也说了 说其实一般来讲 年后本来就会有离职场 那医生您怎么看 就是说50个 跟往年比起来 这叫离职场吗 这样对医护人员 是不是打击很大 我身为也是医疗的 整个大家庭的一份子 我从昨天黄副市长看过 他在前年好像一百出头个 那去年大概好像七十几个 所以今年看起来 七十几个 大家都坚守钢位 对啊 都坚守 那离职场就要借房讲 那本来就是正常 而且我们在医界里面 常常都会流来流去的 那有些院员互相 看到有名的医师 他也会使用 挖角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从我个人的观点 这是一个正常 而且他们大部分 都是在过年前 那时候也没有人知道 有这个疫情 因为迟迟要提前一个月 对 一定要 这个东西要提前一个月 所以他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离职潮 这个时候把这样的东西 跟疫情连接在一起 我觉得对这些医护人员 是不太公平的 没错 那医生 我教授好了 我们有这么多 这么棒的医护人员 我们有等于领先各国的一些政策 公卫的能量 为什么不让我们加入WHO 对 在这边我也是心有 真有同意感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是不是好不公平 每天想到这件事就觉得 其实我们台湾 你看昨天 庄仁祥副书长也说 我们现在在全世界的 疫情的排名是越来越往后走 对 这是大家最开心的 不像考试希望成为第一名 我们现在希望 越后面越好 吊车尾最好 对 所以可以看得到台湾 从一月初开始 我们都有很多策略 都是比很多国家 都来得非常的注意 那当时甚至有人批评说 干嘛这么的紧张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确实你看从口罩的这个实名制 我们做了很多策略 现在都被人家采用 而且是那种大国 法国 德国 对 传染病这件事情 跟你的经济的水平 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 你看欧洲就意大利 也是第四大经济体 所以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东西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WHO是刻意的把台湾排除 甚至在很多资讯的透明化 或者是正确性上 它并没有尽到它的职责 所以在很多不同国家里面 甚至把台湾跟中国 划分成一个地区 限制我们的人民去 这是很不公平的 那我们现在有很多know how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有帮国家 你就用 比如说我们的牙刺技术 它只要很简单 光片照完它上去 其实也可以帮忙他们 像有些国家比较穷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 我们如果将来要帮忙世界上 这就是我们可以帮忙 透过WHO的平台 对 很多国家就可以用这个 对 它这个可以用出塞 出塞完它再用 这样可以也减少它四季的成本 我们有非常多的这种技术 是可以让面对现在像欧洲 他们深坑的来来往往这么大 你看最近英国 法国 德国 都是以倍数 像德国 法国两三百人 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很难 那台湾现在有这么好的技术 其实透过WHO的平台 我们是很愿意去分享 所以我台湾今年 我们台湾今年是在防疫的前段 我们不仅自保 我觉得台湾还有能力去帮忙 所以我要呼吁WHO 就是要尽快让我们能够加入 然后把台湾这个能够来帮忙 所以我们也呼吁国内的年轻人 如果你有在看我们的这个节目 然后你有参加我们平关点的 这个相关的活动的话 一定要帮我们联署 对 你要帮我们联署 然后你们这个海外有好多朋友 你们FB联署 你们有很多国外的朋友 叫他们来联署 然后叫他们去影响他们国家的政治人物 叫他们一定要多支持台湾 告诉WHO 我们很棒 我们很不错 让我们加入 是有一些组织 一些活动 懂得到一些资讯 就让我们当正常产生 因为我们值得 我们值得 台湾值得 我们真的很棒 我们愿意付出帮忙人家 对 我们愿意帮忙 我们就是这些 我们只是为了这个 大家的健康权生命 我们它是一个人稳关怀的国家 对 我们要加入WHO 也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努力 今天谢谢 邱教授 谢谢 大家拜拜